錄製聚集其實我是覺得已經算可以滿足很多時候你要讓你的那個工作自動化這件事情可以實現 但問題就是說寫出來程式其實錄製的有的時候像以我自己的感覺啦 就感覺就是有點冗長而且有點沒有那麼有沒有優化的感覺啦 所以以我個人的習慣我通常還是會把它自己寫成VBA可是問題要寫成VBA的話 其實你變成你要稍微把以前學的累積下來然後再把它融會貫通 然後把一些不需要寫的把它去掉讓它更精簡一點點 那比如說其實在那個錄製聚集的時候因為它是透過滑鼠跟鍵盤做動作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如果你自己寫VBA就比較不會有什麼點Select啦 或者是說Selection啦或者是Active啦 因為主要不是去控制滑鼠跟鍵盤所以比較不會這樣做 但是如果假設你說要切換到某一個那個工作表 其實這個方式你也可以學起來 比如說你以後假如要寫VBA不會寫沒關係你用錄的嘛 或者是說有些地方不用重頭錄啦你錄你不會的部分就好了 那你會的自己在寫也可以啊 有點像把它混搭在一起嘛 結果對就好了OK 然後慢慢慢慢更精進因為有時候不可能一下子你就很厲害 但是慢慢你會越來越厲害 累積累積的嘛 好那所以我們接下來 如果要自己寫的話那我講過啦 你其實不用說一次急著把它全部做到位 也就是你可以假設我把它拆成三段 我第一段的話呢 就是跟剛剛一樣 第一個動作我做什麼 就是把那個查詢的這個動作 有沒有 把它輸入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所以呢 如果我假設要自己寫的話 第一個啦我們可以怎麼樣 一樣嘛我就是 參考這個錄製劇集 比如第一個動作 我一樣從那個查詢結果 那個工作表開始有沒有 所以我一樣要切過來 那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如果說我希望填公式在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我就跟他講這個儲存格叫什麼 你可以用Sales或者用Range 因為一個儲存格 你直接用Range也可以 Range的哪一個 B2嘛 然後輸入什麼公式呢 等於剛那一串 我們那一串啦 不過我再把它刪掉 我直接拿那個雲端上面這個好了 我們剛剛是輸入什麼 等於黑名單 0.2嘛 你就把這個公式直接就放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跟底下的這個Formula比起來的話 因為他錄製的時候呢 他會用什麼什麼RC什麼負 看到這個你就頭暈了 那實際上啦 我們直接就可以把公式放在這邊 那如果要讓他怎麼樣 向下填滿 填滿的話 還記得吧 就是直接把這個出聲格點一下 後面有一個向下填滿還記得吧 叫做什麼 Auto Auto Fill 所以你不要有三個F了 應該是這一個 Auto Fill 就是自動填滿 有沒有 那填滿的話後面他會跟你講說 有兩個參數啦 現在黑的是 就是要跟你要的 叫做Destination Destination就是 那請問一下你要填滿到哪個範圍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我要填滿到那個Ranch 範圍給他一下 所以這邊一定要給一個範圍 填滿的範圍就是從B2有沒有 一直冒號到B的多少 我們下面好像我是只有到1000嘛 可是如果說你當然覺得不夠啦 有到5000多 你自己再把那個數字改一下 好 這樣就OK了 那後面好像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參數 不過它是中國阿虎啦 中國阿虎的話表示這個參數不用給沒關係 所以我們後面就跟他講說 我要填滿的範圍就在這裡了 OK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當然我還沒有全部寫完 我們只有寫三行 那 所以呢 我優標一樣是先停在這邊好了 因為按鈕將來會在這邊 然後我按F8 切過去 有沒有 然後再來輸入公式 公式結果很怪怪的 那如果假設你出現 NAN問號這個錯誤的話 請問一下這到底哪裡出錯的 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設出現這個錯誤 百分之百應該是 第一名稱啦 因為我剛剛這個 因為我剛剛這個檔案有點問題 我把它重開了 所以我本來沒有存檔 所以剛剛定義名稱 我假設啦 所以之前有同學發生過 那個名稱沒定義 但是你卻在公式裡面用了那個名稱 他看不懂 所以名單是什麼 你沒有定義好 所以我剛剛因為重開過 所以這個名稱 就等於是沒有了 OK 我把它重新定義好了 好 這個名稱出現了 那你再把它切回去之後 他就正確了 OK 所以原來是這個地方 錯了 那AutoFill的話 就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呢 就全部填滿完成了 那待會的話呢 再來就是篩選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是先切過去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輸入那個公式 不過當然 如果你假設你不用切過去 你說老實說 我不想切過去 那我假設說 要用另外一種寫法 各位應該之前有看過 就是我可以把序齒查詢名單點 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裡 有沒有 加在range的前面 變成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哪一個儲存格 可是後來我想一想 這邊只要加一個 這邊要加兩個 好像加一個 比加兩個來的簡單 所以我就乾脆 我就先加一個算了 而且底下還沒有 底下還要加好幾個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那不如我先切過去 然後我在做動作 我在前面就不用加shits了 不然的話 你一定要跟他講說 到底是哪一個工作 尤其跨工作表 最容易發生錯誤 你如果沒跟他講哪個工作表 他就會誤以為說 你現在正在用的這個工作表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就篩選 篩選我們之前是 郵標放在這個B1 然後再篩選 那如果自己寫的話 也很簡單 郵標放B1這件事 你就是直接寫 郵標放在B1 那自己寫的話 是寫這樣 Range B1 點 然後呢 篩選的話 它有個方法名稱 叫做 Filter 對 所以打一個 Filter 不過它叫做Auto Filter Auto 剛剛好像有看到 它 篩選是Filter 可是它前面就是 對 自動幫你篩選 所以 比較精確的翻譯名稱 應該叫自動篩選會比較好 可是它可能四個字太多 所以它應該叫篩選算了 那篩選後面一樣喔 所以你會發現它是綠色的 綠色是一個動作 等於是一個方法 一般比較精確的名稱叫方法 那方法其實有點像一個動詞 一個動作 所以你會發現 它這個前面的圖是一個綠色的 OK 然後呢 但是這個動作 我要篩選喔 空一格 後面的話呢 它就會跟你問幾個問題 反正你給它幾個問題的答案 它就幫你做出來了 第一個問題是說 你要篩選的 Field是藍的意思 第幾藍 也就是我們目前有幾藍 一藍 兩藍 那其實我們是針對第幾藍 第二藍 所以你輸入二就可以了 然後逗點 這個單字之前 剛剛有看過嘛 Criteria 有沒有 條件嘛 那只是說 後面有一個這個很像 E也很像L的東西喔 那其實啊 以那個推論啦 因為你會發現後面有個什麼 Criteria 2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這前面應該是E啦 對 第一個條件 所以它篩選其實可以給第一個條件 也可以給最多兩個條件 那目前其實我們只要一個條件 所以條件是什麼 條件是E就可以了 不過我試過耶 用這個數字E可以耶 然後用這個文字E也可以耶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給數字E才對啦 因為它這邊的話應該靠右對齊 所以我這邊把它留下那個E就可以了 好 篩選應該OK了 看看 所以把游標再移上來 讓它跑這一行看看 按F8 看結果OK 看一下 有吧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等於是這一行跑完之後 就跟我們剛剛做的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E的部分都留下來 那0的部分都消失了 OK 好 好 最後的話當然 我們最後希望把A1一直到最下面的這個範圍 摳到這個工作表裡面的話 OK 那該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試到這裡好了 這一段 因為比較困難 所以我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的那個第四個單元 黑名單篩選的那個第幾頁 第三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原始 我剛剛寫到這裡了 OK 好來試一下